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复杂的解决方案越是如此 这些问题有可能是解决方案的缺陷 也有可能它使用不当造成的 但是使用者不会说自己无能 他都会说这个东西不好用 如果你的客户参观说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你就几乎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解决方案的时候 尤其是技术组件到底选哪些东西来构成解决方案的时候 这几个方面要慎重的去考虑 尽量用一些比较经济的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跟一个客户 他准备采购我们的这个设计 我们就是那个当时技术比较新 那对方是他那个设备比较早比较老 但是他那个设备的优势是说比较成熟 你客户用的比较熟 结果这两个设备 那因为我们是后来者 那我们就强烈要求什么呢 大家做做测试 什么测试呢 就把客户的应用装进来 看谁的速度快 因为当时新技术的采用 那肯定新技术更快 结果对方就过于大意了 他就没想到这个事情 他觉得那有什么 我们这个调优了那么多年了 肯定没问题 所以他没有投注精力在这上 结果没想到把设备端去 就是一个一百倍的一个量级的差距 比如说我们用几小时 他用了一周 就这样的差距 整个就动摇了用户的信心 所以我们在做POC 做测试概念验证啊 等等现场演示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心里得有有谱 不要打那种无准备之杖 因为往往谁提出来要干这个事 往往谁都会提前做好准备 你要预先判定一下 它是不是已经给你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所以在选择这个解决方案的组件的时候 你会遇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财务论证 财务论证对于很多销售来讲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但是要慎重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论证的东西 我们的解决方案 不管它有多么的好 多么的完整 但是运营一个企业 它的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 跟人有关 跟设备有关 跟产业政策有关 跟时机有关 跟环境有关 跟很多东西有关 所以我们在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 一定要具体我们解决您什么问题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化的东西 来说服客户 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叫财务论证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 最后不要把它放到合同里 因为一旦放到合同里面 很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纠纷 国外的企业非常喜欢用这种财务论证 比如说用了这个解决方案 节省了多少人 这些人折合多少钱 一年之内你可以省多少钱 运行三年以后 你的开销是多少 然后减去总计 客户从解决方案实施过程的收益 减去你实施解决方案的成本 最后等于你的净值 就是客户得到的回报 这个东西非常好 但是是在于说服客户的过程中使用 而不要把它签到合同里 或者写到建议书里面去 尤其在我们目前的经济环境里面 这一点要特别的深重 因为一旦写进去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财务的承诺 而财务的承诺呢 它的实现又牵涉的因素又太多 不是你一个解决方案提供者 可以控制和管理得了的 所以呢 在做这个时候 第一把它当做一个销售工具 第二 记住 不要把它写到你的建议书里 不要最后形成合同里面的一个条件 关于财务论证呢 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你在谈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谈到客户的这个收益 你比如说节省了多少个 你的员工啊 这个位置 节省了多少成本 那这些呢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呢 计算出成本和投资 两个之间的差 最终呢 形成你的这个财务分析 这个是说服客户时候 可以使用的 那这是一个财务分析的一个样本 那可以让你呢 来了解这个财务分析 应该是怎么做的 那这里呢 我们只做一个参考 因为每个客户都不同 大家注意用这个的时候 一定是刚才讲的原则 作为说服客户的一个工具 但不要把它写到合同和建议书里面去 防止最后你实施的时候 或者执行合同的过程中 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那设计好解决方案呢 还有一个展现 我们怎么去展现解决方案 很多人啊 做解决方案非常好 但他的展现的功夫不到位 最后呢 大家觉得他的方案平平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准备谈一下 你如何去展现解决方案 展现首先有书面的 你做一个完整的建议书 但是你展现的时候 是不是从第一点讲到第九点呢 绝对不是 你要挑其中的重点 通常来讲建议书是用这个文字 我们叫做沃尔文档去提交的 那么展示的时候往往是用PPT 也有展示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不用PPT 反而更容易讲得清楚 我们叫做白板法 展示解决方案的时候 可能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用PPT 也可以不用 那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是谈什么呢 我们在展示解决方案的几个原则 我给大家再举一些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解决方案 展示的时候 怎么去介绍给我们的客户呢 讲给大家听呢 那其中几点 你比如说你要把摘要做好 里面包含了概览 描述以及回报 项目计划等等这些东西 要做一个简要的东西 让客户比较忙的领导 前两页最好前三页 他就可以了解项目 大致的情况他都了解了 该有的信息全有了 后面的再详细的这个叙述 方案的构成啊 关键的指标啊 然后最后呢 要做一些 比如说资金回报啊等等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 你要写到建议书里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 你要做一个判断 这个建议书的用途是什么 是最终放到合同里的建议书呢 还是说前期调研 大家交流 这种澄清的过程中 这个价值判断 我们在这个展示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完全抽象出来 就是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们的方案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为什么要现在做 为什么选择我们 就把这四点用一个白板展示出来 不用任何PPT 客户实际上就关心几个东西 那比较年轻的那些技术人员 那就关心他的先进性 我做完了以后 五年之内不落后 那先进性 你采用什么样的先进的技术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 为什么 它的业务发展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 不断要加新功能 你用什么方法 让我很方便的增加新的功能 第三个 我业务的规模成长得非常快 你的这个可扩展性是怎样的 你考虑了吗 怎么考虑的 最后一个成熟性 你用过吗 这东西 你给谁做过 我说我就回答你这四个问题就好了 已经很多了 所以它那个七八十张PPT 我给它缩成了也就是五六张 我说我今天来上来谈 细方案不谈 细方案咱们可以细的教育 我们都可以给你文本 都有 我就谈这四样东西 你用什么技术手段来保证 就OK了 陈述一个东西的时候 挑出来客户认为重要的东西 当然你怎么知道他认为重要 前期的沟通交流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握住了 去出取经 把那些边角的不重要的可以放到下面去谈 就强调你的特点 而这个特点是客户认可的 所以呈现一个东西不在于你讲的有多细 时间有多长 你整得多明白 而在于你讲出来的东西是人家真的关心的 所以你一个销售人员加上你的授钱 你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你要好好去把握 可能不是你讲 但是根据你对客户的理解 你要给他提出建议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方向 把客户关心的东西讲出来 而不是说只讲你最享受的东西 你觉得最棒的东西 那么完成销售这个阶段 也有一定的技能 我们有些人就很善于跟客户建立关系 搞得也很好 就老不签单 我们做销售 尤其是做这种比较复杂 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销售人员 我们要勇于伸出手来 要跟客户要求 然后我们下一步 把建议树改完了以后 你也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尽快地把它完成 使您能够尽快地把它提交给董事会去批准 然后要求对方对你的目标做实承诺 你说我们已经了解很透彻了 各方面准备的 您觉得哪些方面还不到位 如果没什么不到位 我们就是不是可以开始我们的合作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勇气的问题 一个是判断 一个是勇气 判断什么 判断是不是真的实际成熟了 第二个就是要勇气 就是我找你要承诺 然后在发出你的要求的信息之后 你要给客户一点时间 你别着急回答 你给他几秒钟时间 想想看他怎么回答 第四步 要等待答案 不要太急于打破沉默 如果得到的是反对的意见 然后回应反对意见 说如果我们把这 他说我们东西还没准备好 如果这个准备好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签合同 他很可能说那也不一定 说明可能有问题 你看背后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做销售 就不要不好意思 我就看到很多销售 老是到最后这临门一脚的时候 踢不出去这一脚 或者不好意思 手心朝上找人家去要 最后人觉得既然你没要 你看来你不太着急 那个人很主动 他一定要 所以你看这次要不先 说你看你努力半天 被他给要走 所以说我们做销售 当然这是一个初步 最基本的一个心态的问题 你把心态摆正了以后 把这几个动作要做出来 那下面看 这个具体的 你比如假设性问题 我就开玩笑 说这什么叫假设性问题 就是我邀请你吃饭 然后问你 你是去呢 去呢还是去呢 给你仨选择都是去 你是今天去啊 还是明天去啊 还是后天晚上去啊 反正是 就那意思 假定咱们就肯定得去 只不过是哪一天的事 所以假定的问题就是提上 比如说Mike 我们能不能把实施会议安排到下周 既然实施会都开了 那肯定是要签合同了 然后可选方案说 真总 我们从市场营销部开始呢 还是从人力罪员开始呢 也是一样 不能从哪开始 都是开始 你不要说 要不这个先等等 你说啊 那就先等等 你看 利用迫在眉睫的事件 这个就技巧稍微要高一些 就是说 你给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场景式提问 你用这个场景式提问呢 然后来打造一个场景 让他感觉到说 这事啊 迫在眉睫 立刻得做 如果不做 损失的是他 而不是你 这是一个最后的这个 我们叫临门一角的一个技能 如果我们赢得了这个客户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维护这个客户 深化跟这个客户的关系 然后赢得进一步的销售机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赢得一个新的客户 要比维护旧的客户 它的成本要高三倍到五倍 你既然赢得了一个客户 那你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客户维护好 当他有进一步需求的时候 优先考虑的是你 如果能够把它维护好 借助这个已有的信任关系 可以降低很多销售的那种费用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模板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客户 这个发展要有一个计划 要一个长期的计划 从三个维度来看 一个是我们针对这个客户 要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就像我们开头讲的 我们要关注这个客户 他自身 他的战略是什么 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他面临的竞争是什么 他的行业 目前的现状是什么 这几个方面呢 我们要充分地去考虑 那只有了解了这些内容了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 对他未来的 一些在采购方面的倾向 或计划 我们才能有一个判断的依据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说 我方客户的战略 既然你分析出来 它有那样多的倾向 那你要做一个 我方客户的战略 这关于客户发展 我们叫做complanning 叫客户业务计划 然后最后一个呢 把它落实到战略执行层面 你怎么去销售 销售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那最终呢 形成一个叫做 客户业务计划的 这样的文本 重点呢 是做这个计划的过程 在做的这个 做计划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 来指导我们 在日程里面 去深挖这个客户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 销售流程里面的 最后一步啊 去加强关系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这整个的课程 有这么几大步骤 第一个关键点 这个客户啊 采购是有他自己的流程的 我们销售呢 尤其是解决方案销售 也是有流程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这个两个流程 能够同步起来 能够在不同的阶段 有针对性的来做工作 要转观念 是从我们自己的视角 销售的视角 转为客户的视角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就上来提醒大家 要从客户的角度去看问题 所以我们给大家 一个重要的工具 就是行业竞争 以及客户资深 那有了这些信息的准备以后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客户 作为一个组织 作为一个公司整体 他有什么症状 他面临什么挑战 我们又谈到 你要拜访一个客户 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有个拜访计划 那有了拜访计划呢 在拜访客户的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运用 情境式提问 当然在这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 价值主张 第三个呢 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 你作为一个厂商 你能带来的价值 什么怎样又如何 这是激发客户的兴趣 然后之后呢 有了兴趣以后呢 开始讲故事 情境式提问都包含哪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什么 事件 角色 还有一个是什么 措施 或者行动 最后一个是什么 提问 第三个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特色 你要推销的特色 特性 或者解决方案 关联起来 就用这个情境式提问来关联 然后谈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用这一套方法 最后发现客户的挑战问题 我们把它清理出来 找出优先级 做概念性设计 做完概念性设计以后 怎么样 就要展示 展示大家都认可了以后 怎么样 做技术方案设计 当然也有一个陈述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还怎么去处理反对意见 最终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是什么 怎么去关单 所以这就是一个 解决方案销售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当然你赢到这个客户以后 你继续深挖 你要做客户业务计划 保证你的这个业务 能在这里不断的发展